中国在面对西方时拥有显著的战略优势,特别是在能源领域。 首先,中国的能源成本低廉,而且发电能力强大。 以2022年为例,中国的发电量达到了惊人的9.14万亿度,占据了全球总发电量的31.33%,远超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的总和。 这些国家的发电量分别只有中国的一半、五分之一、八分之一和九分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电价自1980年代以来仅增长了约一倍,从两三毛上升到五六毛,尽管这段期间国家GDP增长了超过200倍。 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降低了能源成本,形成了对比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降价趋势。 相较之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能源价格持续上涨。 因此,在能源价格方面,中国拥有战略性的优势,美西方国家难以匹敌。 其次,中国的工业实力和产能是全球领先的。 作为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所有工业分类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巨大,工业总产值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总和。 即使考虑到中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实际产能仍远超美国和西方国家。 这种强大的产能不仅是中国的战略优势,也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难以逆转的现实。 最后,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也是其战略优势之一。 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市场已经接近饱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而且大部分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同时,中国的产业和经济正在快速升级,保持中高速发展。 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意味着中国的消费潜力巨大。 在这三大优势的支撑下,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对华竞争中似乎处于不利地位。 即便在极端情况下,比如美国尝试通过海军力量切断中国的贸易航线,这种行动可能并不会对中国造成长期影响。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能力足以迅速弥补因截断原油供应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 此外,如果中国控制南海,美国和西方国家将失去对东亚的食物商品输入,这将对他们造成更大的经济影响。 因此,任何试图阻断中国贸易的举措都可能适得其反,损害的是美国和西方自身的利益。 目前,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博弈中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 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这一优势尤为显著。 虽然,美国在芯片技术方面依旧保持一定领先地位,但中国在高端芯片研发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在中低端芯片市场的占据以及在中高端芯片研发的成功,正逐步缩小于美国的差距。 这表明,中国在全球芯片产业中的战略地位正迅速上升,未来有望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取得更多优势。 此外,中国的这一战略布局并非仅限于技术层面。 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中,中国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和谈判能力。 这不仅体现在与西方国家的直接互动中,也反映在中国对全球治理结构的积极参与和贡献上。 中国政府意识到,与西方国家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对于中国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尽管中国在多方面展现出优势,但其策略是避免直接冲突,寻求和平的发展机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战略优势并不意味着必须与之对抗。 事实上,中国更倾向于通过构建平衡的国际关系,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和全球的稳定。 这种策略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实力,也反映了其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因此,即便在战略上具有优势,中国仍然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旨在通过合作与对话来解决国际间的分歧与挑战。 中国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战略克制和长期规划的能力。 以统一台湾的问题为例,尽管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但为了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区域稳定,中国选择了谨慎和耐心的方式,而不是基于行动。 这种策略体现了中国对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深思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 面对西方国家推动的关于气候变暖或碳排放权的议题,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还展现了独特的应对策略。 这种策略不仅破解了一些西方国家设置的难题,还促使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的这些举措,不仅是对国际责任的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领导力。 当一些西方国家在碳排放承诺上显露出退出的迹象时,中国的立场仍然坚定。 一些人提出,如果西方国家放弃承诺,中国是否应该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 然而,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放异码的问题并不存在。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并不是基于对其他国家的反应,而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策略和长远利益。 此外,尽管面临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发展节奏和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展现出的是一种自信和决心,而不是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或期待。 因此,所谓的放异码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考量因素,中国更注重的是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国际责任。 最初,气候变化和碳排放权的问题似乎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一种约束,目的是限制他们的发展空间。 这种做法本意是让发达国家能够持续地控制发展中国家。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在技术上实现了显著的进步。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超越了西方国家。 这种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犹如童话故事一般。 西方国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就像他们曾经怀疑中国能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胜一样。 现实情况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已经超越了西方,并有能力实现其承诺的探中和目标,而西方国家却可能无法按时完成。 如果西方国家无法履行其承诺,那么就不能简单地放弃已经形成的气候变暖理论体系。 即便西方国家内部存在不承认这些理论的声音,由于这一体系的完整性,他们也难以推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继续推进其气候目标,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无法单方面退出这一进程。 即使他们选择退出,也无法阻止这一领域规则的制定。 不遵守这些规则将导致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停滞,而中国将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发展。 最终落后的将是那些不愿意或无法跟上的西方国家。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之间的妥协问题,而是所有国家必须共同走的一条道路。 因此,即使更多的西方国家放弃了他们的承诺,中国依然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和实现碳中和。 当所有这些标准和规则得到制定并实施时,所有产品都将不得不遵循这些规则,不论西方国家是否参与。 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中国没有在新能源、节能减排等领域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我们将受制于他人,毫无应对之策。 但现在,随着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优势,即便是西方国家也无法左右我们。 面对强大的中国,他们束手无策,无法以武力对抗。 因此,我们无需过分担忧,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终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